8月22日晚,第二届幕后英雄盛典礼于上海盛大举行,邓超、明道、陶红、秦海璐、刘涛、钟立体、陈学东、颜宽、杜若熙以及陈可兴导演等40多位电影人及资深幕后工作人员起居一堂,共同见证了这一年度影谈盛世。 为了向这些默默付出的电影幕后人员表达自身的敬意,众多明星也是在台下隆重推出自己的幕后合作伙伴,把明亮的追光灯和荣誉送给默默耕耘了他们。 邓超在现场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之余,更透露自己常在剧组和幕后人员打成一片。 甚至还有我们的群众演员,因为他们都是真正,真的在默默地做。 其实我在剧组里,我跟每个部门的人都打着火热,经常会拿着杆去录音啊。 对。 所以开戏的时候也不安分。 然后也想去拉拉培养,然后有的时候也想去拿着机器去拍一拍。 很有好奇心。 基本都是就不动的,开机就完了。 邓超上半年主演的电影《中国合伙人票房不足》, 于是他也萌生了当导演的念头。 据悉,由他导演并主演的喜剧电影《分手大师》将在今年秋季开拍。 对于邓导这一全新的称呼,邓超似乎还未完全习惯, 甚至对自己知道的新片都抱着干杂的心态。 我现在在做《分手大师》这个电影的导演。 嗯,邓导。 对,我是抱一个干杂的心态。 干杂的心态? 有这样的导演吗? 还在干呢? 对,不像可欣导演。 可欣导演是干一个成立的。 我们就是干杂的。 谦虚,谦虚。 对,跟可欣导演也投识很多,跟徐克导演也投识很多。 郭敬明的电影《小时代》第一、二部都取得了超高票房, 强大的主演阵容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 不过,饰演重工的陈学冬则在其中突出重围, 成为新一代男神。 而《小时代3》也确认在年底开拍, 因此很多影迷也非常关心陈学冬是否会继续加盟呢? 目前为止,我们还没有受到正式的邀请或参加第三部, 因为我们也在等他导演了。 我们有一些女员先通知,有一些女员可能比较适合。 当你当时答应过我们,是会答应过我们公司, 就是说如果反映好的话,我全面喜欢的话, 就会让我继续拍。